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三辆货车陷入火海 消防队员布水线赶紧灌旧 扑灭过程车体仍不断冒出黑烟 这条路烟雾弥漫快看不见 我刚听到有凤的声音 听过的时候就已经烧了 大家现场货车都已经前面燃烧了 的话我们就是紧通的拿到泡沫园衣 火烧车还一口气削了三台 事发在苗栗联合大学 二平校区附近的停车场 精灵停放的三台货车复制一句 三台车都是同一人的 车主说这几天完全没有动车 货车停放的地方还是自己买的地 拖车头也是近几年刚买的 一个车头六百万 三个车头一千八百万 一下烧光光老板娘又气又诅咒 谁在恶作剂啊真的呢 要做这种事情切得了 真的假如是恶作剂的话 不得好死吧看看 一场火烧掉毕生心血 损失惨重任谁也心痛 三台货车好好停在停车场 竟然无故起火 有没有可能人为纵火 等火场见识人员给答案 记者王俊杰黄山苗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面显而沙发